普里镇是一个多族群汇聚的一座城市 早在汉人来到普里开墾之前 这里就居住了普社以及梅社等地原住民族群 后来在清朝道光年间 也就是大约200年前 从台中、苗栗以及南投等地 圈居到普里的原住民族群 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平普族的原住民 才分别在普里的大城、爱兰、横吉、兰城、琵琶 以及我们称之为四庄的寿城、大南、吴宫、牛棉等地 共30多个部落定居在普里开墾 普里的平普原住民 他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大概200年 1820年代进来的 从中部地区、从南投、从苗栗 总共进来的记录大概有五六个族 总共住30几个部落 也就是清朝基督他们有30几个部落 那他们是跟普藩 也就跟普社的原住民租借土地 然后北部 后来北边 梅西北边的就是跟梅藩租借土地 所以这个也等于是台湾原住民族各个族的缩影 也就是说后来 慢慢后来就有其他的族群迁移进来普里 那当然到了日记时代 汉人就更多 就是闽南人也就很多了 所以我们普里是一个多族群的非常多族群的 非常文化非常丰富的 甚至彼此之间也有同婚 所以普里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普里出美女啊 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的也蛮多 那以现在的从日本时代的学者来分类的话 他把这个普里分成五大族 也就是说梅西以北的 以及爱兰台地 就是乌牛兰台地那边的 他们都把归类成八载族 就是这边有四个部落 也就梅西的这边有四个东北区 就是我们普里的东北有四个部落 然后爱兰那边有三个 然后他们就说是八载七个社 那我们的老师魏惠玲老师也说八载七个社 那一直到20年前我来的时候 这边的人说他们主要的都是卡哈夫 他们当然也有八载族的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一些家族都是卡哈夫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虽然没有看过日本学者怎么跟他分类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卡哈夫 他们不是把这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开始 就是你们慢慢都大家知道他们就是卡哈夫 普里四庄为平埔原住民族格哈乌主要的分布地区 由于距离普里市区有一段距离 因此在20多年前 还是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平埔族语言以及文化 当地族人为了将逐渐消失的传统保留下来 在921地震后就成立了格哈乌文教协会 并透过恢复举办格哈乌过年 走标 捕猎等活动 希望将格哈乌的文化能够流传下去 一阵前的一年 我当时还在中央研究院 我们来埔里想要做平埔族的调查 那时候我遇到的老人家 他们都很会讲母语 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公鱼戏诚欢是一种歧视 因为他们自我认同就是戏诚欢 不然就加哈乌 当然这一百年来很多跟八宅族也有通婚 甚至有跟那个梅舍 以前的梅舍就普利 加哈乌来之前这里是梅舍 梅舍就牛棉棋子梅舍 他们跟梅番也有通婚 那当然那个番那时候在清朝是这样记录的 以我这20年的了解 我们这个尤其牛棉棋这一代 其实是加哈乌很重要的 他们族人生活的地方 而且每一代的老人家 他们都现在都还在村庄 最老的都90岁了 那地震后 我们本来地震前 我们就要筹组这加哈乌文教协会 希望说把他们的历史文化可以保留下来 可以记录下来 但就遇到地震 那遇到地震以后 那我们那个协会就耽误了 但是后来也成2002年就成立了协会 成立了加哈乌 南投县加哈乌文教协会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文化重建为主 那我们也做 我们也出版了一本书 就是加哈乌的文化重建 所以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就是潘忠昌 他本身也是首成分 在清朝的时候 他的祖先就是这里的啃首 也是跟每一番签约的 那他本身也知道说他就是格哈乌 由于时代的变迁 格哈乌的母语在国民义务教育的影响之下 为了在学校能够与同才之间沟通 母语渐渐地就失去了使用的机会 因此除了家中都是用母语沟通的家庭之外 母语的传承在年轻一代几乎造成断层的窘境 有鉴于此 在格哈乌文教协会历任理事长的努力之下 透过录音录影的方式 在有学者协助使用罗马拼音整理成策 并且定期举办母语教学的课程 希望让族中老中青三代的共同努力之下 能让族人重新将母语拾起 所以当时我会成为一个 我言之一是因为我会罗马拼音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找旗劳 那旗劳他用口述 我用罗马拼音做记录 然后我们再来慢慢地去解析 就这样子我们把语言把它弄起来 所以我们有九年一贯的教育 后来渐渐地有一些人他们有兴趣 然后我们的旗劳永利长老 他是我们的旗劳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活 应该是说活字典 我们就一点一滴地去把它挖出来 所以目前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书都可以学习的 从简单的 那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最简单的就从数字开始 然后慢慢地就有身体的一些的 我们身体的这些的 那个单 就等于是说 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的单字 慢慢地学习起来 语言推展是比较困难 因为祭典的东西 它有点活动 那活动大家不要有兴趣 而且祭典的东西 它没有什么技巧 你只要遵循了那些的步骤 我们就可以做 可是语言的东西 它是一个字一个字 就像我们小学生一样 你要去背 你要去读 要去记 要去说 所以其实它非常困难 然后这样子的计划 你看我们已经在十几年来 我们都有在做语言 可是不容易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学的太多了 他们学太多东西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很努力地 想要把语言进入到家庭 我们也希望说 在家庭里面都能够 每一个孩子也可以讲 重来一两句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要由我们大人先来 所以这几年我们很认真的 用影音的 录影的方式 然后一句两句的 然后能够制作那个DVD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偶尔开 就是偶尔去看一下 那同学 孩子之间 就能够彼此之间 一句两句这样学起来 葛哈乌文教协会理事长 刘俊元表示 小时候 村里几乎都是说母语 而现在的村庄 年轻一辈却几乎不会说母语 因此母语的恢复 也是刻不容缓 也希望政府 能够帮助认证原住民的身份 让平埔原住民 能在政府的帮助之下 将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看到这个 齐劳 整年的老人 每一年一年 一直凋零 现在感觉会心肝 我会感觉 第一不要说不敢 就是说 这个文化 这个议员 这准步找回来 可能就会我们失去了 但是已经经过这十万年 我们一直在议员部分 一直在努力 总算说有一个性质 每一年 还有黄美音老师 带我们筹划 我们来这一堂 这个过程 将我们的议员 拯着我们家回来 文化 团传方便 就是我们每一年的过年 都在做这个教育四生讨 这些议员在做过年 渐渐 将担这些老人 在过程的时候 将他们的记忆力 将我们以前的文化 议员 一点一点 一直记录起来 一直保留下来 希望说 在新生质名 在这个质名 已经 走到这个地步 政府基人和乡人 我们也要有 拿一些成绩 来访问外人说 我们的乞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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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法 不是说 要有什么创业 还是说一定有什么福利 这是政府 应该做的办法 今年来在全台 平埔族群的努力之下 日前行政院 也放宽了 平埔原住民身份 认证的标准 为了帮助 年长一辈族人 取回原住民身份 日前 也有葛哈乌年轻的族人 为长辈们解释 申请的资格 以及流程 并呼吁族人 一定要团结起来 早日为葛哈乌族群 共同为原住民身份 来努力 那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说 让我们的族人了解说 好像大家看报长 打字都已经知道说 我们已经要成为 未来的平埔原住民 那到底 现在的政策走上是如何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恢复我们原住民的身份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拿自己的 身份证件 去到护证事务所那边去做登记 那可能族人队在这部分 可能就不会了解得很清楚 和很透彻 所以我们办这样子的说明会 是希望说带领大家 去了解说 到目前的正民运动的状况为何 然后一部分也是希望说带领他们一起来画家谱 因为家谱画出来除了让他了解说 他们自家的亲属关系之外 也可以去了解说当政府法令怎么走的时候 他们家到底有没有可能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对于近年来普里镇内的平埔族群 努力找回自我文化的努力 并且展现早期鲜明开垦普里的精神 县议员吴国昌也表示肯定之意 也期许普里各族群 都能够继续来发扬族群的精神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普里镇 人文汇萃 族群融合共存之美 尤其在我们历江里里有家谷画家谷 并不足的祖庙在这里 所以说他们并不足 可以说一直努力在经营 而且电影就是他们的差距 他们的祖先在布里开困 他们的辛苦和他们老来的痕跡 可以说他们的亿态到现在非常重视 在后来他们一直在产生这个账名 以外最高贵的就是他们并不足的文化 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办这个活动 包括他们并不足的过年 尤其我们保理订队都了解 我们这个市政并不足 可以说他们的人口 跌很多 也在社会上 他们也很努力在经营 在社会上他们的贡献不少 所以说他们的后代朱朱俊俊俊 可以说能复若到他们的文化 而且对他们的祖先的传统 包括他们并不足的国中的愚文 历史和他们并不足的精神 他们都一直在尊重 所以说他们并不足的后代 并不足的经营 所以说这几年里面 可以看到白宝族 对着蒸出他们的文化 蒸出他们祖国的这种宴园 他们也很努力 所以说国陈亚也坚定 每一祖国的文化 他们继续传承来 那么继续来发生公带 让每一祖国的族园 我们的祖先来 都国有千秋的族园文化 来让人了解 早期生人来保力开困 来保力开放 来保力传统接待 他们这种精神 和历史 普里镇早期有普社 以及媒社的原住民族 在由葛哈乌 巴仔 洪安亚 道卡斯 拍普拉 巴布萨 等平埔原住民 再加上后期 汉人及客家人 都来到普里这个地区开墾 经过多年的文化交流 与融合之后 也让普里镇成为一个 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城镇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普里平埔族人 为了追寻传统 努力不懈的精神 也期许普里镇的乡亲 能够追寻鲜明 开墾普里的精神 让普里再次展现风采 记者陈伟一专题采访报道